瞬息全宇宙也叫 妈的多元宇宙 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 找了个造型和外形都酷似成龙大哥的平替 观济威 越南出生的美国华裔 还有实至名归 最佳女主杨子琼也是华裔 所扮演的也是一位华人中年妇女 包括导演 在片头有个细节 导演是用中文 书版打出了自己的名字 那么这么多亚洲元素在好莱坞中突选 究竟要表达什么 这一期我们先聊一聊好莱坞的转变历史 此前奥斯卡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定式 就是所有的获奖电影都是票房毒药 美国每一次奥斯卡颁奖礼结束之后 所有的获奖电影有一个二次市场 观众会因为他们获得了奥斯卡 再经营运去看它 而奥斯卡颁奖的电影 也是美国好莱坞内的小众电影 又叫好又叫做的电影 在好莱坞也是可遇不可求 很少有大热卖的影片 同时获得奥斯卡 顺序全宇宙 目前票房一亿美元 满江红突破了42亿人民币了 所以连斯皮尔伯格在统治好莱坞 影坛十多年 一个奖都没得过 最后得了一个奖是最佳视觉效果奖 然后斯皮尔伯格就发牢骚说 他们当然的给我奖了 因为我电影卖了 所以大概大家就会知道 电影的商业与艺术 大众与小众的私扯 甚至在好莱坞内部也存在 并不是好莱坞都是为市场的 然后都是为大众的 不是 但是美国电影观众会因为好莱坞 在去看他们当年那些 并不热衷的小众电影 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好莱坞工业电影的 一个内部的循环的机制 一个相对良性的机制 这是很难得的 好莱坞成立其实可以追溯到了1900年以前 直到二战之前 好莱坞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电影工业体系 封闭在哪呢 就是好莱坞它每个行当 全部它都是师徒相继 师父带徒弟 你不可能在好莱坞制片体系的 师徒体系序列之外再进入 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相声节 就是说你没有师徒的师承关系 你没有位置就根本不可能进入 后来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词 叫新好莱坞 二战之后 好莱坞进入了一批导演 全部是综合大学毕业的 只有少数是电影学员毕业的 戴老师还曾经讲过一个笑话 80年代后期的时候 戴老师在北京电影学院 跟外国电影学院相比 尤其是美国的 比如说UCLA 比如说南加州的电影学院 我们哪条都不人家 就是器材 学校规模 教学观念 我们唯一教的就是感受 中国的每一个导演 都是我们教的 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 可是美国呢 除了NYU 除了马丁 斯科西斯 拍了《华尔街之狼》 还有李安 除此之外 他们就像南加州大学 著名的一些电影学校 电影系 一个导演都没出 这其实并不是 他们的教育本身的问题 是好莱坞制片体制的问题 直到新好莱坞 才有直接接受过 高等的人文教育 或者艺术教育 或者电影教育的人 进入了好莱坞电影工业 直接成为导演 这就说明了 脱离了之前的 试图相继的模式 新一代人 开始刷新 好莱坞电影的制片概念 关键是 他们整体改变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可以说明是今天 为什么中国 暂时还没有出现 新的电影新潮的这个原因 好莱坞 新导演 他们相对的 改变了好莱坞 绝对的制片人中心志 谁是电影的作者 谁是电影供应过程当中的 艺术家和主导者 在老好莱坞的时候 绝对不是导演 大家可能也知道 历史上很多 好莱坞的名片 都换过三个以上导演 就拍摄过程中 演员 大明星不高兴了 换导演 当时好莱坞电影当中 唯一不能换的是两个行当 一个是主演 一个是美工师不能换 因为美工师决定了 全编的造型 语言是不是统一 影响风格是不是统一 所以美工师不能换 演员不能换 其他每个行当都可以换 换的最频繁的就是导演 所以当时好莱坞电影 绝对的是制片人中心 谁掌握了钱 谁说了算 谁有钱 谁是老大 戴老师就分享过他的一个经历 他在好莱坞碰到一个老头 很神奇的老头 然后老头就问我 你是干嘛的 我说我是搞电影的 他说这电影你看过吗 没看过 那电影你看过吗 没看过 老头非常蔑视的说 还搞什么电影 后来我说这些电影是谁的呢 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说我的 那我们就很好奇 说他这么牛 我们根本不知道呢 然后就拿他的名片 回去一查 他是个制片人 在当时的理解当中 我们当然不会认为这个影片是某个制片人的 我们会说这是某个导演的 或者某个演员的 当时好莱坞的制度实际是制片人中心制 资金的掌管者决定整个影片 未来的运营方式 艺术制作和艺术风格 而如果从另外一个表面上看 好莱坞当时是明星制的 演员最重要 那个时候人们会说 去看玛丽联盟录的电影 去看约翰维恩的电影 演员成了公众文化当中 电影的署名者 这是50年代以前好莱坞的状况 但新好莱坞 今天我们熟悉的 所有的好莱坞大导演 都是新好莱坞时代产生的 比如说斯皮尔伯格 比如说教父的导演 特伯拉 马丁斯科西斯 所有这些战后出现的新导演 他们整体的改变了好莱坞电影工业 他们更新了好莱坞的电影观念 他们刷新了好莱坞电影制作 和电影发行市场的事实 再多说一句 好莱坞是全球最后的性别歧视制度 性别歧视制度直到今天为止都有 在好莱坞是绝对的同工不同酬 就是一线的女演员 能够拿到的工资 不到一线男演员的一半 好莱坞工业体制就是这样一个体制 新好莱坞大学憋的年轻人进来之后 他们极大的削弱了这些制片人的权利 极大的增加了导演的中心位置 他们参与电影规划 参与电影的整体的工业流程的设置 他们不仅参与修订剧本 而且他们真正的掌握了整个影片的拍摄 首先就是很多导演在现场 他会将每一个场景画一个图画板 就是这个画面要拍摄什么样子 他先画个图画板 其次当摄影师开始开拍的时候 导演不断地在后面拉着摄影机的肩带 然后后面拽他来决定摄影机的运动方式 那么导演已经对整个电影的主创流程的介入和控制 成了电影的署名人 那旧的体制在好莱坞以外的地区仍然出现 动不动一位女星进入片场的时候 带着保镖 秘书 御用编剧 大概十几个人 杀气腾腾地冲入现场 把导演摁在那 现场改剧本 现场加戏份 如果光是这样 也不可笑 因为小导演用大明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好笑的是 这一批人刚撤走 另一个女星同样规模地进入现场改剧本 现场监督拍摄 最后导演剪辑在剪辑中完成电影的时候 用的是这样的素材 所以这部电影的逻辑性 叙事内的有机 和对观众的感召的问题 当然不能由导演来承担 当然 这同时就出现了中国制片的制度 中国的这个制片的预算激增 跟演员的片酬达到 并且超过了电影制片总成本的一半作为标志 以至于电影局出了现行令 说必须下一个命令 说你不可以拿到多少 显而易见 这样一个制片人中心主导 资本中心主导的明星制的制片制度 是好莱坞的过去 我们现在在进步 好莱坞作为美国全球霸权对主的四根支柱之一 另外三个就是高科技 军事 美元霸权 美国是商业民族 商业民族它的文明就是商业文明 或者叫商业海洋文明 商业文明因为要做广告 商业文明就是要把你的钱变成我的钱 那就要琢磨人心让他看广告 好莱坞讲故事触动你的人性让你掉眼泪 然后把钱送给他 这个本事做得最好的就是好莱坞 咱们的文化跟他们不一样 我们是个农耕文化 然后我们特别注重社会的秩序 我们强调人与人的关系 但是个体人性把握是不如他们的 所以他们那个好莱坞讲故事打动个人 让你掉眼泪 让你掏钱 所以他们就掌握了这个话语去 那么回到开头 亚洲元素在好莱坞中凸显要表达什么 其实现在好莱坞主要参数还是美国国内 通过家庭来表达美国社会问题 通过中国家庭来一种凸显和强化的方式 重新讲述好莱坞的最擅长的家庭叙事 这些视频就到这里 下面关注点赞关注 我是蒋克 我们下期再见